贸易战升级网络炸锅 大陆反共网友 希望是真打 贸易战升级很多大陆网友 支持美国打击中共新唐人视频截图 美国日前公布500亿关税措施 惩罚中共不公平贸易 北京出台报复措施后 华府又追加2000亿中共五毛 大举煽动反美 许多中国网民被爱国党情绪裹挟 但也有很多大陆网友 希望美国下重手收拾中共 好让中国人早日解脱18日白宫 宣布追加贸易制裁 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关税 如果中共再报复美国将再追加2000亿 中国每年只从美国进口1500亿美元产品 中共将无法干净报复美国2000亿关税措施 因此中共商务部指责美国2000亿征税清单 是极限施压和讹诈 威胁将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 综合报复措施对此 很多华人网民和翻墙出来的中国网友 在海外中文网站上 对中共进行嘲讽 中方对等反击呀 千万别耽眉牌 可出学泼妇骂街 可就抽大街了 哈哈 水里亏 水外墙中干 水损失 更大一目了然 看水硬到最后 一定要将贸易战贸易战坚持到底 不要辜负了 我们吃瓜群众身体开放 思想禁锢好不容易来了家外企 还要设立党支部贸易战下 外商恐怕撤资会更迅速计 然一切都对美国或川普那么不利网评员们 本编注网评员及中共五毛 那就不需要互相壮胆了 还有网友对川普的做法 表示 赞同希望美国一定要执行制裁 川总干得漂亮 双方千万别耽 吃瓜观众席等结果 川普总统越战越勇 您做对了建立全球卫星互联网吧 此一举将彻底摧毁邪恶中共的统治 您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我只想说 做得好 狠狠打击 共匪人人有责 大陆草民 坚决支持川普总统下手越重越好 真正的大变局将由此而起 我们反而解脱的越快 请一定要真正执行一定 哪怕我们被连带殃及 也能忍受还有网友对贸易战起因 发表评论 同情或支持美国出台制裁措施 其实很多中国人现在都知道 中美贸易战是怎么回事的 知道中共在世界上横行霸道 蛮不讲理所以大家都不说话 对美国抱抱中立或同情态度 中国这个所谓的最大市场 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不真实的环境中的 中国的市场首先就不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市场 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市场 而中国现在就是利用自己不开放的市场 和美国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市场 在竞争中占尽便宜 如果中国开放市场放弃货币管制 中国还是不是最大的市场 很难说 崩溃的可能更大 现在川普要求的就是中国开放市场 和美国一样看看 在同样条件下 到底是谁更有竞争力 中国现在的军际 主要靠两架马车 拉动一个 是房地产 一个是对外贸易 而贸易主要靠对美国的贸易 而猪队友们说 反美是工作硬生生 把自己变成美国的敌人 看看哪一个与美国对抗的国家 有好约子过的伊拉克伊朗还是朝鲜